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7月19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胡海文 先跟大家說說今天的新聞題謠 香港書展即將開落 多個參展商將習近平的書等等的紅色書本放在檔銀柱 梵修麗和六四等等禁書完全絕跡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計劃在8月訪台 北京警告美方後果自負 習近平的心腹蔡奇她的親信於露明珠發辦 《人民日報》同日刊文說嘗試幾個才能擺脫利益集團 詳細的新聞內容 香港貿易及經濟發展局舉辦的第32屆書展 將會在星期三在灣仔會展中心開落 但近年政治氣氛高壓 今年的書展不再百花齊放 其中自從首屆開始參展的出版社《次文化堂》 今年決定不再參展 另外有出版商參展的申請被拒 在民間自發舉辦的香港人書展都遇到阻撓而被逼中止 詳情由董書月報導 第32屆香港書展星期三起一連七日在灣仔會展舉行 主題是《歷史文化城市書寫》 記者星期二在貿法局書展正式開展前一日去到場參觀 書箱還在佈置場地 暫時未見到有書箱展示和《反修例運動》 《六四》等有關的書籍 另有書箱就出售有關烏克蘭戰爭 中國官場貪腐分析和部分反共書籍 《共產黨歷史編述》等 另外《書展》也有受不少有關《一國兩制》的書 包括鄧小平論《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的《變與不變》等 而我的《家在中國》、《大故宮》、《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等 《歷史文化書》都是重點推介 貿法局星期二舉辦記者會公佈入場安排的時候 多次被問到會不會就書本作出審查 包括《反修例書籍》會不會被禁 以及會不會擔心獨立書箱被他參展 影響文化推廣等 但副總裁張淑芬都沒有正面回應 他強調書展舉辦當年來都沒有預先審查 如果有投訴將會記錄和配合執法機構的調查 其實我們沒有去做預先審查 而且我們也不會去審查書的一個工作 反而是如果他們放出來的書 如果收到有人投訴 或者覺得他們的書可能會有問題 我們一直都有一個機制 會先查查到底投訴人 他們的投訴是否真的有本書 我們首先要搞清楚是否真的有本書 如果書本真的有問題 也不會輪到我們TDC去決定 因為始終我們都是一個推廣機構 獨立出版社《次文化堂》 今年是三十多年來首次沒有參展 社長彭智銘早前在網上發布影片解釋原因 他說今年無新書 所以未參與任何書展 他又提到書展租今季成為營運的一大困難 但《次文化堂》不參展引起業界討論 過去《次文化堂》曾經出版政治文化相關的書籍 香港書展被批評是政治審查 早前至少有三間獨立出版社被他參展 他們去年參展期間有書籍被投訴違反《國安法》 調查後投訴不成立 《山道文化》負責人楊子進就另起勞造 聯同多家出版社同獨立書店 原定在上星期四舉辦第一屆香港人書展 大開末日前夕 主辦方收到業主書面通知 說香港人書展涉業違反租約 即時終止出租場地 主辦方將書展改以網上形式如期舉行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董書月報導 正在台灣訪問的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訪問團 星期二拜會總統蔡英文 訪問團團長、美國前國防部長埃斯柏表示 一種政策現在已經無用 美國應該要遠離所謂的戰略模糊策略 蔡英文表示感謝美國持續履行對台灣的安全承諾 未來將會與美國和民主夥伴合作 確保印太區域的和平和繁榮 有鐘廣正在台北報導 總統蔡英文表示過去這段時間 不論在美國、歐洲或台灣都發生了很多變化 我們除了面對疫情帶來的挑戰、威權主義的擴張 以及俄羅斯入侵惡蘭的事件更提醒我們 民主夥伴之間必須強化結盟的力量 一起捍衛和平與民主自由的價值 以及六項保證履行對台灣的安全承諾 未來台灣會跟美國、歐洲等民主夥伴持續加強合作 確保印太區域的和平及繁榮 我們看到中國持續破壞以法治為基礎的全球秩序 威脅地區內所有熱愛自由的人民 台灣就是處於最前線 我們支持擁護民主則是對抗中國的信念 所以現在西方的各個民主國家應該要站出來支持台灣這樣的民主 來面對鄰國的威脅 埃斯柏表示目前在華府的政策當中有一個共識 是應該一起來支持台灣面對中國所造成的威脅 他同時將這樣的信息傳遞給歐洲和北約的夥伴們 非常樂見北約提出相關戰略計劃 協助西方以及歐洲 所以我本人以及我們的訪團今天非常榮幸來到這邊 與您會面還有台灣的內閣 一起來討論貿易、外交、經濟整合 以及安全相關的重要議題 那以我個人的觀點來講 我認為一中政策現在已經沒有用了 我們應該要遠離所謂的戰略模糊 我想我們在美國應該要重新有不一樣的討論 埃斯柏認為要改變美國人的看法就要告訴他們 台灣所造的這些政策決定 包括大膽提升國防預算 以及增加不對稱戰力能力等等 這個還包括延長徵兵制疫期 增強後備戰力以及動員能力 埃斯柏稍後舉行記者會 回應傳媒提問關於台灣防禦能力的時候表示 台灣需要大幅增加國防預算 軍備戰略上應該強調不對稱作戰 包括採購和研發生產 例如刺針飛彈反坦克系統 海馬斯防空系統等 埃斯柏認為台灣應該加強徵兵制度 現場異務疫期 使台灣的年輕人在軍隊中至少服役一年 拒指出後備軍人的動員能力也需要加強 為任何類型的衝突做好準備 確保對中國產生威懾能力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台北報導 英國金融時報在星期二報導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計劃在8月 率領國會代表團訪問台灣 如果成行的話將會是25年來首位訪台的美國眾議院議長 中國外交部即時警告說美方一意孤行 一切後果自負 另外正是訪問台灣的歐洲議會副議長貝爾說 歐洲對香港的支援來得太遲 不會在台灣問題上重度覆轍 由潘嘉青報導 金融時報報導指 普洛西此行除了台灣也訪問日本、新加坡、印尼和馬來西亞 也計劃訪問夏威夷美國印太司令部總部 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說 美國白宮對佩洛西此行表示擔憂 因為去過訪問時情 將同8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紀念日重疊 時機相當敏感 佩洛西辦公室、白宮、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沒有回應報導 台灣外交部周二表示 並沒有接獲相關的信息 在北京外交部再次就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表示堅決反對 要求美方不得安排佩洛西訪台 警告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須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 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由此造成的一切後果 必須完全由美方負責 發言人趙立堅表示 美國國會是美國政府的組成部分 理應嚴格遵守美國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 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政革聯合規定 不得安排佩洛西眾議長訪台 禁止美台官方往來 外界傳出佩洛西有意訪台的消息已非首次 有指他曾計劃4月出訪亞洲期間訪台 然而消息傳出後惹來中國的強烈反對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當時批評 美方在台灣問題上公然踩踏一個中國的紅線 強調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將作出堅決的反應 一切後果將由美方承擔 不過當時佩洛西也確診新冠肺炎 因此宣布押後亞洲之行 另外歐洲議會副議長貝爾 週二抵台展開3天的訪問 貝爾諾基即在機場發表講話 表示此行是以歐洲議會副議長的官方身份正式訪台 表示對台灣的敬意和政治支持 作為首度正式訪問台灣的歐洲議會高層 貝爾說 我們不會對中國的威脅台灣視而不見 歐洲對香港的支援來得太遲 我們不會在台灣的事情上重蹈覆設 民主台灣沒有中國侵略的餘地 此刻我們目睹歐洲發生的戰爭 我們不想看到亞洲也爆發戰爭 所以現在是堅定和台灣站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是民主大家庭 自由亞洲電台潘家晴報導 台北上海商城論壇星期二在線上舉行 半小時的議程創下歷年最短紀錄 台北市長柯文哲在任內最後一次出席該活動 直言兩岸的關係呈現惡意螺旋上升 有別以往他不再提及兩岸一家親 反而是提到共機擾台和中國禁台娛弄產業等等 傷害兩岸感情的事呼籲兩岸加強交流 上海市長龔正回應說 這些問題在過去都曾得到了很好的解決 分析認為論壇對兩岸關係的影響非常薄弱 對中國來說都只是統戰平台 只是政治人物借為台灣年底九合一選舉做宣傳 由信恩報導 今年的台北上海商城論壇 繼續因疫情關係 連續第三年以視訊形式登場 這次輪到台北方主辦 不過這次疫情只有一個半小時 可為創下歷年最短的時間記錄 台北市長柯文哲致辭時獲 兩岸之間經貿關係密切 民間往來頻繁 但近幾年兩岸關係呈現惡意螺旋上升 日前說擾台定義不明 過去在會上都沒有提及共機擾台的柯文哲 這次更主動提及 大陸軍機頻繁出現在台灣西南海域 台灣的鳳梨、石斑魚等輸出中國受阻等等 都成為爭議的焦點 傷害兩岸民眾之間的感情 俄文哲雖然重提五個互相 不過已經在沒有提及兩岸一家親 他在會後接受媒體訪問 被問及今年對中國態度 明顯較以往強硬 是否因為受到外界壓力 或任期張架已經沒有包覆等 另外為什麼以前沒有提及共機擾台 俄文哲重申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應該是很多場合可以溝通 今天不應當兩岸之間 統統都從異讀不回到變成不讀不回到 全部都斷掉 我一直覺得這不是理想的狀況 我還是那句話 不是關係不好才不辦 倒過來是關係不好才要辦 因為才要解決問題 面對中國大陸還是要一個務實的態度 上海市長龔正自遲時說 兩岸同胞心之相識、情之相容 任何力量都切割不斷 並說兩岸一家親 針對俄文哲提到兩岸的爭議 龔正就說 這些問題在過去都曾經得到了很好的解決 這些問題也再次證明 兩岸交流離不開共同的政治基礎 在兩岸關係嚴峻複雜的條件下 我們兩次仍然堅持舉辦論壇 就是為了不斷地增進兩岸人民的相互理解 為改善兩岸關係、累積善意 台灣通勒策進學會副秘書長吳失智 星期二接受本台訪問時說 上城論壇原本的意義是促進台北 和上海兩個城市之間的交流 但實際上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就非常薄弱 雖然厄文哲這次談及共機擾台等議題 但吳失智認為 厄文哲只是塑造自己未來的政治風向 是政治盤算後的論述 而不是以市長身份所涉及的施政問題 他還說對中國來說 任何兩岸交流機制或者活動只是統戰平台 用來宣傳對台的政策或者提出相關的論述 如果台灣政治人物只是用這些活動來處理自己政治需求 是不負責任 這些活動都沒有發揮正面作用 對於上城論壇是否應該繼續搞下去 吳失智就認為兩岸交流或者各種城市事務性交流 有必要性的存在 但是否要以市長的角色去參與 這個需要再討論 實質上的交流或者是說對於兩岸關係的一個 整個大環境的改善並沒有正面的幫助 我覺得所以其實並不是說這樣的雙方論壇就應該停止 而是市長應該握有舉辦論壇的一個決定權 上城論壇自2010年開始至今 台北和上海連續舉辦了13次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順音報導 新疆伊犁州特克斯縣公安局 一個哈薩克族的協警托合塔爾江三敗 兩個月前被當地的警察由家帶走 目前機押在當地看守所 她的姐姐向本台說 底底被指轉發敏感影片 而她本人曾經被關押在在教育營超過一年 期間遭到強制性墮胎 由蘇肯請問報道 現時旅居哈薩克斯坦的新疆伊犁州 哈薩克婦女熱克馬三敗 今週一告訴自由亞洲電台 她的弟弟托合塔爾江三敗 是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州 特克斯縣的一位協警 今年5月30日被當地公安局刑事拘留 理由是托合塔爾江三敗 轉發的影片內容敏感 熱克馬三敗表示對影片內容毫不知情 她是從新疆伊犁家鄉母親那裡 得知弟弟被捕的消息 弟弟至今已經被捕兩個多月 剩下家人和她兩個分別4歲和7歲的女兒 熱克馬說她的弟弟被捕之後 母親和兩個女兒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是一個死病抓到的 是真的抓到的我也不知道 你弟弟發你 就是就是 我是弟弟不是發的 那個公安局裡面抓到的 我們是 這個是現在做馬場的 現在公安局嘛 你看說說 我弟弟公安局 2016年 他們工作的 也得做那個 公安局 哈瑟克斯坦人權機構阿塔朱爾特 志願者組織創辦人 塞爾赫堅 向本臺講述了相關情況 她說經過多方核實 熱克馬三敗所講述實 被刑事拘留的 是托合塔爾江 現年30歲 從未出國 塞爾赫堅說 熱克馬三敗的弟弟在特克斯做協警 後來被調去南疆的克什 再被調到擦布查議院 最後再回到特克斯院繼續做協警 塞爾赫堅告訴本臺 熱克馬曾經被關押在特克斯院在教育營 警方激押她的理由是她的手機安裝了境外聊天軟件 塞爾赫堅透露熱克馬三敗被抓的時候懷孕 她對計生辦的主任說 她有四個孩子是哈薩克斯坦公民 而她的丈夫也是哈國公民 她們都居住在哈薩克斯坦 但計生辦堅持要她墮胎 據知熱克馬三敗在2017年10月16日被關入在教育營 一年之後即第二年的10月獲得釋放 19日終於獲准前去哈薩克斯坦 和她的丈夫以及四個孩子團聚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治下 中國的維權律師飽受政府的霸凌和滋擾 709大抓捕的其中一名維權律師王宇 星期一去到四川大學華西口康醫院看病 醫院說她48小時核酸檢測結果 不是在成都做的 所以不讓她進去 黃宇就認為不讓她進醫院看病的話 就應該退錢 結果竟然遭到醫院保安暴力對待 還報警 公安說要帶她回到華西伯派出所做不錄 去到派出所後還反咬她涉嫌擾亂公眾場所秩序 由方德豪剛日和報導 黃宇丈夫即是維權律師的鮑龍君 在她的Twitter表示 星期一早上接到電話說 黃宇涉嫌擾亂公眾場所秩序 現在警方通知家屬要家屬知道她的情況 51歲的黃宇曾代理多宗著名維權案件 包括范木根案、曹順利案、韻旭安案、伊力哈木屠黑提案 2015年7月9日凌晨 黃宇被人帶走 一家三口都失蹤 想8位中國律師發表驗證聲明譴責警方 民間法氣公民聯署救援 在黃宇失蹤後的48小時內 中共當局大規模抓捕維權律師、人權捍衛者 已經超過57位被失蹤、傳換、限制人身自由、約談 傳媒將這件事形容為709大抓捕 維權網在11日向聯合國國際人權機構 和各國政府發出關注人權危機的緊急呼籲 2016年1月8日黃宇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 被關押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 同一年他獲得部分獎項 包括2021年美國國務院國際婦女勇氣獎 2016年歐洲盧德維希特拉利奧國際人權獎 2016年美國律師協會首席國際人權獎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方德浩公日和報導 北京時衛書記蔡奇是政治局委員 亦被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親信心腹 但一位被指蔡奇的親信 前北京衛健委主任于盧明 近日遭到發辦 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著名文章 強調嘗試幾個才能擺脫一切利益集團、權勢團體 有網民認為這篇文章像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中紀委網站星期一通報 原北京衛健委主任、原北京政協副主任于盧明 租開除黨籍、開除公籍即所謂的商開 通報指于盧明在土地鑽讓、項目審批 和工程承攬的過程中收受巨額財物 一般估計他所包覽的工程都不外乎核酸檢測或疫苗接種 通報亦指于盧明長期違規收受禮品禮金 多次接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現請 圍觀不廉、通過民間借貸獲取大額的回報、貪欲膨脹、以權謀事 今年12月滿61歲的于盧明 他的仕途被指與蔡奇高度重疊 他原本是精神科醫生 曾任北京大興願一些較低級的職位 習近平在2017年秋天的中共十九大登上權力高峰 蔡奇就當上了北京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 于盧明亦在幾個月後的2018年春天出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 同年11月兼北京市醫保局長 2020年爆發新冠肺炎疫情 于盧明在同年的11月被習近平和蔡奇、韋爾重任 兼任北京市委建委主任 首都的防疫工作都是由他領導擔綱的 到今年4月中紀委宣布他落馬接受調查 在于盧明被商開的同一日 《人民日報》第四版《人民論壇》發表署名重音的文章 被指是中央聲音的諧音 這篇文章的標題是 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 副題是堅決反對和懲治腐敗 文章強調要經常檢視自身、嘗試幾個 才能擺脫一切利益集團、權勢團體、特權階層的圍裂腐蝕 無論是甚麼問題、無論是哪一個出問題 該出手的時候就出手 對腐敗問題堅決查詮 文章也引述了北京東澳期間 習近平和阿根廷總統費爾南德斯 講到的不思而天下自公 有網民認為重音的這篇文章 似乎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是低級紅、高級黑 甚至有網民認為是衝著一心要在中共二十大連任的習近平而來 彭博社星期二發表專題報導指 由於嚴苛抗疫、加上經濟放緩 大約有一萬個中國有錢人正尋求離開 問題是他們能否做到呢? 聽下方德豪和江日和的報導 據指出投資移民諮詢公司Henley & Partner估計 有一萬名高薪假中國公民正考慮移民 胡先生正是其中一位 Henley & Partners估計 他們將會合共撤出480億美元 換句話說 中國將會成為俄羅斯之外 第二大財富和人口外流國家 報導指出 與中國成千上萬的婦人一樣 上海餐館老闆Harry Hu 正計劃做一件他曾認為不可想像的事情 就是將自己和自己的錢調出中國 儘管有離開的阻礙 胡先生向彭博寫說 他有二千往加拿大 46歲的胡先生說 你能想像在中國最發達的城市 在封鎖之初我幾乎餓死嗎? 他最近以二千萬元人民幣 即三百萬美元的價格 出售了他在上海兩家高檔餐廳的大部分股權 並聘請了一位移民律師和財富經理 來幫助他搬屋 他說他非常難過 但現在是時候離開了 中國移民顧問和律師表示 今年春季當上海處於封鎖狀態時 查詢移民的人被一年前增長了三至五倍 七位銀行家不願透露聲明 因為他們未被受權公開發言 但根據對他們採訪 關於將錢和中國轉移出去的查詢成倍增長 上海移民顧問蘇米說 鑑於新冠抗疫的封鎖 很多人真的覺得他們沒有其他選擇 他不願透露全名 但他說他看到那些過去對移民猶疑不決的人 這次終於下定決心 二間園在中國富人頭上的一個大問題是 習近平政權是否會讓他們離開 雖然政策制定者沒有明確收緊對搬遷的限制 但移民律師表示 近幾個月以來 隨著護照處理時間的延長和文件要求的提高 移民變得更困難 長期以來 海外交易商一直通過私人交換 安排幫助居民規避中國資本管制 但他們近期在中國政府壓力下開始肅沙 將大批資金轉移出中國都變得更困難 中國富人和執政共產黨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在習近平的共同富裕民粹主義運動中 這種關係本來已經很緊張 中共在今年遲些時候舉行二十大會議 習近平有望獲得史無前例的第三個任期 政府已經將維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但中國人財和財富外流的最終規模 將會決定動態清零 對國家經濟帶來幾大的長期打擊 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唐寧思 向彭博社表示 人員和資本的離開 對中國經濟來說是一個明確的成本 他曾編輯過幾本關於疫情和政治關係的書 唐寧思指出 在世界幾乎每一個國家 新冠病毒的風險正在被納入經濟計劃和企業模型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方德浩 江日和報導 斯里蘭卡宣布破產 作為期待債主的中國 被指正是部署經濟殖民 近日中國大陸多個媒體 紛紛發文討論斯里蘭卡抵債的方法 以防止中國在當地的投資被打水漂 包括建議用斯里蘭卡的土地和基建工程來交換 目標之一是該國首都科倫波 另外英國媒體BBC整理數據指 至少四個參與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中國家 可能會步上斯里蘭卡的後塵 斯里蘭卡在今年7月初宣布破產 正面臨7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近日中國多家媒體紛紛發文熱議 憂慮中國在斯里蘭卡的巨額投資會付諸流水 討論斯里蘭卡欠中國債務應該怎麼算好呢? 其中網易在7月10日刊登一篇 《題為斯里蘭卡政府破產中國巨額的投資會打水漂骂》的文章指出 斯里蘭卡如果一時還不到錢 就只能用斯里蘭卡的土地和斯里蘭卡的基建工程來交換立 再獲入幾片的經濟特區 逐租99年 又話方長線釣大魚是投資的大邏輯 指斯里蘭卡擁有地理優勢 其看班托塔港和科倫波港口的投資都具有長期的戰略眼光 另外支付亦出現了一篇題為《斯里蘭卡國家破產了》 但欠中國的幾百億債務怎麼算好呢?的文章 更形容此時的斯里蘭卡和當年的清朝漁出一切都是資不抵債 同樣是國內動盪 但兩者不同的是 斯里蘭卡地處印度洋戰略要地 不論是港口價值還是地緣價值 都是中國非常體重的 而且擁有豐富的勞動力和熱帶農業資源 所以還不到錢嗎?沒事 可以拿港口和土地來抵債 之前中國已經拿了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 租借期限是99年 外界質疑導致斯里蘭卡陷入債務危機的主要原因 除了受到國內官員貪腐問題 以及在俄烏戰爭導致的全球性通貨膨脹、能源飆升 以及糧食短缺之外 最大的原因是與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有關 指責中國這一帶一路 誘惑貧窮的國家落入借貸陷阱 實行經濟殖民的戰略 但中國堅決否認港法 斯里蘭卡人口只有2,200萬人 國內通膨率達到57% 外匯儲備已清零 更欠下510億美元的巨債 其中欠中國債務高達至少一成 事實上 中國近年透過一帶一路項目 不斷借出巨款給斯里蘭卡大興土木 瞄準其具有戰略地位的港口 其中包括10億美元的漢班托塔港口建設 以及14億美元的科倫波金融港口計劃等等 但一直未獲得預期的收益 斯里蘭卡債台高速陷入無力償還的境地 甚至要賣地還債 包括2017年7月25日 斯里蘭卡21億2千萬美元的低價 佔賣漢班托塔國際港口集團公司 85%的股權 和漢班托塔港 以及周邊土地的99年管控權 給中國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 英國媒體BBC最近整理數據分析指出 四個參與中國一帶一路項目的國家 包括魯窩、巴基斯坦、馬爾代夫和孟加拉 將會步入斯里蘭卡的後層 報導指出 該四國的大債主之一都是中國 而它們屬於屢現財務赤字的經濟體 受累於全球性通貨膨脹 推高食品和燃料成本 往往會在政府增加補貼時面臨嚴重的阻力 加上本身的債務危機 導致破產風險勝運 更多詳盡的新聞和評論 請到本台粵語組的官網和社交媒體 收聽收看 多謝 多謝收聽 再見 這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 總裁 收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